历史的痕迹又成为今天的新闻的时候 那必然代表当时的 不管历史的人事物影响力一直在 满清最后一个皇帝溥仪 看起来是颠沛流离一身 但一直在人们好奇的话题里 他深情佩戴过百达斐利的名表 这支最后由溥仪转赠给苏联翻译的手表 见证了他从1945年满洲国皇帝退位 到1950被送入中共劳改营这五年间 他被苏联软禁在西伯利亚的事实 23号这支表会在香港拍卖会上举锤开拍 目前估价这支溥仪带过的百达斐利表 价值美金300万就是台币9200万元 早前日本作曲家版本《龙衣》的趣事 让他的电影配乐作品《末代皇帝》 重回人们眼前 而电影主角也就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 生前的手稿笔记以及曾经带过的百达斐利名表 如今则成为即将拍卖的艺术品 并且在香港公开展出 普仪带过 由90几年历史的手标 见证他曾经被苏联收押的日子 普仪在1945年苏联军队攻陷东北之后 宣布从满洲国退位 并且带着家人从长春的满洲国皇宫出逃 计划前往日本 但是过程中被苏联军队俘虏 并且以后审战犯的身份被灌入西伯利亚战俘收容所 当时他手上就戴着这只手表 苏联囚禁期间 普仪曾经作为证人被带往东京 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讯 尽管普仪曾经表明有意愿入籍苏联 但并未被接受 他在1950年被苏联移交给中共 接受长达十年的劳改 根据于普仪一起被囚禁在苏联的侄子预言回忆 溥仪在满洲国当皇帝的时候 手上常常戴这只手表 到了苏联以后一度把手表赏赐给他 并且在得知要离开西伯利亚 返回中国当天 向预言要回了这只表 当场转送给私交圣堵 还曾经亲笔在扇子上提字赠送的 苏联翻译别人面阔夫 除了历史纪念价值之外 手表本身也异常珍贵 不仅配有法文的万年力 以及月项显示 同型的手表全球更只有八只 英国老牌拍卖行 负义斯本月23号将在香港拍卖这只手表 目前估价是300万美元 已经超越伊索比亚末代皇帝所戴的 百达菲利手表 六年前曾经拍出的290万美元价格 至于最后会不会超过越南末代皇帝的 劳力士手表 在2017年创下的500万美元最高价 备受期待 而这股晚清风潮近来也吹向伦敦 由14个国家上百名学者通力合作 所开启的晚清百态特展 本月18号起在大英博物馆开展 共分成宫廷、军事、艺术、日常生活 以及全球交流五大主题 清朝末年战争不断 因此过去很少有展览涉及这个年代 但在这回的展览中 毫不避讳地把当年的清朝战历 以及应对战争的满清世袭将军 贵族形貌完整展现 展品更反映出清朝末年贵族与富豪生活 深受日本与西方文化影响 例如这两幅肖像画 就在西方摄影技术影响下更加写实 而展出的慈禧太后日常便服 则有满满的日本与欧洲元素 她改了她的衣服十次每天 但这特别的衣服非常特别 因为它混合了英国的纪念 这十年代的纪念 非常红色的红色 和一线的线线 从日本的艺术 特展将持续到十月初 这段外国人不熟悉 中国人不愿意回顾的 清朝晚期社会生活各个面向 将向全球更多人展现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